大家好,歡迎收看本集《南看日記》 喔,這個腸胃炎的問題喔 真的是有好一段時間了 後來覺得說可能不是腸胃炎或魚腸胃出了什麼問題 因為已經陸陸續續這樣子痛掉那樣一個月了 所以呢,我決定來做腸胃鏡的檢查 腸胃鏡的檢查呢,就是胃鏡加大腸鏡都得做 那做胃鏡的話,其實比較沒有什麼特別要做的事 就是前一晚空腹就可以了 但是大腸鏡的話比較特殊喔 來,我先跟大家講 前兩日的話,你看 這個醫院的說明書,前兩日三餐飲食要低渣飲食 那它有介紹說 低渣飲食有這些東西可以吃 然後哪些東西不能吃這種的 那這個 日期上還要幫我寫一下,就是說 檢查的前兩天三餐是低渣飲食 然後前一天早餐中餐吃低渣飲食 晚餐就不可以囉 晚餐檢查今天的晚上就全流止 只能喝清湯 如果是果汁,水果那種果汁的話 青菜之果汁要濾過這個渣 那或是可以喝這些飲料 還好還可以喝飲料好像OK 可是我現在微波速度也不會想去喝飲料喔 所以可能 我覺得說這個 檢查前兩天 在飲食上喔 對我來說是還好 吃這些東西我覺得OK 但是可能會比較餓的應該是最後 檢查前一天晚上 喝這個清湯的這一餐 而且 這一個湯 這餐喝完之後馬上就要喝泄藥 那泄藥的部分我再另外 就是我可以等下 下一段把它剪上來跟大家講 好,那今天的話我要開始 那個低渣飲食的第一餐 喔是這樣,因為 我的那個工作跟作息時間關係 所以我都沒有吃早餐 所以說一天的三餐低渣飲食 兩餐就好了 然後這是我今天的 第一餐 低渣飲食的第一餐 豆腐 喔,水煮過的豆腐 完全沒有任何調味 好吧 吃看看好不好吃喔 切小一點 完全沒有調味 任何調味的豆腐 我現在吃看看 其實感覺還可以啦 那我這個人吃東西 其實蠻隨性的 就是說 除了是我不喜歡吃 或是不敢吃的東西之外 其他的 調味重不重 好不好吃 其實我都是算可以吃啦 只是說這一餐只有吃這樣子 我是覺得蠻少的 那因為 如果 在吃蟹藥 那個清腸的藥 我們就俗稱蟹藥就好了 那個清腸子 就是沒有把腸子排得很乾淨的話 會造成怎麼樣呢 你看 它這有一個 如果你沒有 清得很乾淨 大腸鏡在照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被你 那個腸子裡 殘餘的一些 渣渣 東西擋住 那你就沒有辦法到 百分之百的 照你整個腸子的狀況 萬一有剛好有病症 喔 又被 那個說 殘餘的東西擋到 剛好就這樣沒照到的話 是不是就非常可惜 所以前面清腸的部分 我是覺得說 反正 做這種 做一次下去 不如就要把它做到最好 是這樣子 好 那我就繼續吃我這個 第一餐的 滴渣飲食 我第一次這樣子吃 還可以啦 我覺得還可以 那今天晚上的話 我在想要做蒸蛋吃還是說 買饅頭 這很奇怪喔 你看這個 豆腐乳 我覺得豆腐乳 這個沒辦法單獨吃吧 單獨吃有點奇怪 白乾麵也是 單獨吃可能都怪怪的 現在是晚上的6點半 那今天晚上這個 等於是我的第2餐呢 就決定吃 蒸蛋 這個自己做的蒸蛋 然後買一個饅頭 把一個饅頭 蒸蛋 配饅頭 就非常符合 醫院標準的 低渣飲食 做一個聽話的病人 完全按照醫院的 這個規格 第2天的 中午 因為 像我 那個之前說的 我平常沒有吃早餐的習慣 所以第1餐 直接就是午餐 那一樣是 標準的 低渣飲食 就是 白吐司 吃個一兩片就好了吧 那這餐過完過後啊 就是再來下一餐 是今天的晚餐 就只可以喝純流脂 就是湯啊 或是飲料之類的 而且 吃完之後 差不多 6點多左右 就要開始吃那個清腸藥 哇 最痛苦的部分就要來了 現在是傍晚 5點50分左右 那今天的晚餐 就是這個便利商店買的雞湯 但是我把裡面的料 全部都撈掉了 就是用那個塞子先把它塞一塞 像雞湯粉 就是一碗 清雞湯 他還有附個油包我也沒有加 完全的清雞湯 這個雞湯喝完 大概 就稍等一會吧 就要開始喝 那個清腸的藥 整個 最難受的 過程 應該就要開始了 再來就要來吃這個清腸的藥了 那我上網看過有一些醫院他給的藥都不太一樣 這次我拿到的是這個 叫做 絲勒酥 據說是很鹹的喔 他這個一罐是 多少啊 45吧 45ml 就是45cc 他這個45cc 醫院建議說可以用沙氏 來套500cc 那這一瓶是600 我就拿整個套下去 據說這個非常鹹 然後指示上面是說就是 半個小時內要把500cc 這個套成500cc之後要喝完 然後呢要喝 12000cc的水 我這平常在用的水平就是1500cc 拿一個杯子 我準備一個吸管因為我有看到人說這個直接喝很噁心 會想要吐 不好入口 所以用吸管喝有人建議是還不錯的 打開看一下 哇塞 這個 然後 剛才我忘了講一下這個有兩瓶 一瓶是現在 看一下 現在是6點10分左右 一瓶是現在喝的 然後估計會一直跑廁所跑到12點左右 另外這一瓶呢 是 清晨5點要喝的 喔 那這個 清晨5點要喝的 那個藥單上面說 就不可以套沙斯 就是要套 開水 300cc 你看本來是套500cc 而且又是沙斯 那現在如果改成300cc的開水 一定會非常難喝 也有看到很多人分享在這一關的時候 他就吐了 因為 清晨起來精神又不好 然後 又空腹這麼久 然後喝這個噁心的味道馬上就吐 所以我覺得 第一瓶應該還OK 等一下試試看 第二瓶應該才是 最恐怖的 那 清晨起來第二瓶這個因為家人都在睡覺 所以這一瓶的部分我就不拍了 好來看一下這罐長醬 看到這種 瓶子很恐怖 就像感冒糖醬醬倒下來喝 直接喝應該很鹹吧 現在把它打開 咦 這怎麼打 我來 聞一下它的味道 咦 這樣透明的 我先聞看看 聞起來沒有什麼味道 倒出來看一下 咦 這有涼杯 有些有刻度 你看倒出來是這樣子的 清清啊 我稍微的 我直接沾一點點 看看是 什麼味道 好鹹喔 嗯 蠻鹹的 但因為我 喔有藥味 我用這樣沾 沾著用舔的 所以就一滴一滴 喔 蠻鹹的 但因為我 喔有藥味 我用這樣沾 沾著用舔的 所以 就一滴一滴 喔 這個不搭下去 總共45cc要套 套成 剛說多少 500吧 那我 分兩次好了 這6 這一罐是600 哇那很多 滾啊 烤藥太多了 而且30分鐘內喝完這一整罐 這樣莎士的話 不會太 就是不會太脹嗎 我好久沒有喝沙士 這個沙士大概 哇10年以上沒有喝過 攪拌攪拌 我記得沙士 那個泡泡 就是加上去很滿嘛 其實他好像是不會 不會說 到這麼高 有人說 喝起來就會像加鹽 沙士 那這個沙士喔 網路上也有人 跟我分享說 特別要注意 不要買到加鹽沙士 不然會 再加上去 這個很鹹 再加上加鹽沙士 就會過鹹 沙士的味道好香喔 平常我是很少喝汽水的 我現在試喝看看 好鹹喔 好鹹喔 變成好鹹的沙士喔 但是味道還可以 我覺得我自己還可以接受啦 好鹹喔 好鹹喔 這裡還有一些 等一下剩下再套起來 哇真的好鹹喔 那我覺得 整罐600直接套45這樣子應該是OK的 就是說 這個藥45CC然後 那個沙士600CC這樣套 比較鹹度 哇好鹹真的好鹹 你看這個這個還有 被這個包裝擋住看不到還有多少 大概還有醬吧 先把這個喝完 再喝這邊 然後就是整個清腸的過程 那 對啊 在清腸完畢 就是剩下凌晨嘛 凌晨5點那個 最恐怖的 直接要去 對開水喝 然後就要一直 上廁所 直到 整個 出發之前 對對對 因為5點多 5點多 這樣子喝的話 在 在上廁所 我是排差不多11點多嘛 我那還有好久 而且這樣都不用睡了 好吧 那這個就到這邊 接下來的話就是等到 照味精看看有什麼樣的 結果囉 檢查 檢查完畢了 那 結果是還可以喔 就是 胃裏面 有一些 胃潰瘍 的情形 然後 有一個 胃裏的 脂肌肉去把它割掉 下禮拜才要再做化驗 恩 醫生沒有特別 提說 怎麼樣 不知道會是 什麼樣的 狀況 不知道好還是壞 那先不管了 那胃潰瘍的部分 要先治療好 所以 就去拿藥先吃 好 那這就是 這一次 整個簡單的一個 小小的紀錄 因為醫院裡面都不能拍 所以過程 我就 醫院裡面的部分 我就沒有拍啦 那接下來就是看 脂肌肉的報告 希望是沒事 就這樣吧 這影片就到這邊囉 掰掰